湯包一捏開啊 就很明顯看到它的那個肉汁啊 爆出來耶 肉好嫩喔 很嫩耶 而且是那種很傳統古早味的那個控肉 這家天津果菇里湯包啊 是東區很有名的早餐店 然後它賣的湯包 蛋餅 蔥 蛋餅 飲料那一些 然後它的價格很便宜 所以現在差不多9點半吧 一推人做滿滿的 湯包一捏開啊 就很明顯看到它的那個肉汁啊 爆出來耶 剛剛又不小心燙到熟了 它的包食皮是有控度的 但是吃起來QQ的 而且它有了西部裡面滿滿的那個 豬肉的湯汁 所以不會吃起來沒有味道 它那個辣椒很夠味 如果你敢吃辣的話你就加 不過你辣椒加多了 就會蓋過那個豬肉餡的味道 會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不要加太多 這家歇市早點豆花專賣店啊 它已經有超過60年的歷史了 然後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早餐店 它主打的就是豆花 那我們今天就是點了一碗 純的那個涼豆花 然後它涼豆花裡面就是有 豆花花生跟碎冰這樣子 它真的是傳統豆花耶 那個味道跟小時候喝到一樣 而且它糖水是有點甜度的 所以吃起來還是很夠味 然後它的豆花 很綿 它的花生是入口即化耶 就跟小時候喝的那種花生 冠裝的花生沒有那樣 這是薑汁花生吧 我也覺得好像有點薑耶 我真的有點懷疑吃 一定有啊 但它不會太很淡 就提味那種薑 所以滿好喝的 它肉羹啊 就是在端給你的時候 它就有淋上一些無醋 皮味 它的肉羹很細 然後外面的那個 勾芡很滑嫩這樣子 就是讓肉羹吃起來很順 它的羹湯是比較濃稠的 然後帶一點甜味 裡面的話吃著 筍子啊 香菇這一些 這家火車站附近的小控肉飯啊 就是在地的人氣小吃 他們的控肉飯啊 可以選擇肥瘦 滿多人都選擇瘦肉的啦 但是它的肥肉啊 感覺不會太油或太厚這樣子 然後它最特別的是 它內用的酸菜啊 是可以自己夾的 而且是免費的哦 這個控肉啊 感覺好像滷的很嫩 因為隨便一撈 這樣隨便一抓起來 它就已經是那個 皮肉分離 超扯的 而且分得超乾淨的 肉好嫩哦 很嫩耶 而且是那種很傳統古早味的 那個控肉 很像我阿金做的那個 控肉耶 很有香氣的味道 而且控肉不會太鹹 它的飯也很古早味 然後米飯的話是粒粒分明的 聞起來酸酸的 我原本還想說 它會不會怕你吃太多 所以做的很鹹很辣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沒有了 口味不會太重 就是你可以一直單吃 當小菜吃也沒問題 它的飯還蠻Q的 就是滴滴粉 欸對 蠻好吃的 真的是滴滴粉 不會暖 它肥肉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還蠻厲害的 而且QQ的 這家台中肉圓呢 它有將近90年的歷史 是在地的超人氣小吃 它賣的東西就很簡單 就是肉圓跟冬粉湯 跟那個魚丸湯這樣子 然後天氣很熱 我們就點一碗肉圓就好了 然後天氣很熱 就點一碗肉圓就好了 -我們今天真的在吃的 因為覺得天氣很辣 它的皮吃起來QQ的 它的肉餡很紮實 然後很香 你去咀嚼它還是有那個香氣會散發出來 我覺得它的肉餡比皮更好吃 它肉餡很好吃耶 有些特別 很紮實 然後裡面有胡椒的那個香氣 今天的台中火車站附近的高評價美食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那個豆花 那你呢? 我喜歡豆花 然後也喜歡最後那個霸王裡面的肉 對 我覺得霸王是它裡面的肉比皮還要好吃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有一點點脆脆的那種皮 然後它的那個豆花啊 它是有一點薑汁 但是很些微很淡 所以就算你不喜歡吃薑也會覺得不錯的一個傳統天草 其他的話我覺得也都不錯 就是沒有踩到雷的感覺耶 而且這些都是在Google上面有超過1000折好的評價的那個傳統小吃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好 vib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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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